冯雪清 女 33岁河北人 施加庄外事职业学院大专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涂雷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冯雪清 来自河北张家口 毕业于施加庄外事职业学院大专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我是一个务实勤奋 吃苦耐劳 有上进心的人 毕业后主要从事过电话销售 电商化妆品运营 主要负责的渠道是京东 巨美 唯品会 天猫超市 苏宁易购等平台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有关于电商助理 营销市场的相关工作 希望得到各位企业家的青睐和支持 谢谢大家 孟老师好 这姑娘感觉偷了妈妈的衣服和高跟鞋出来 是啊 好小啊 你猜她多大 多大我看看 她87年 你33了 对啊 看着好小啊 对啊 看着小二十二 我刚才还以为走错了呢 不是 你是哪晒得这么黑啊 我就是这种黑皮肤的人 原来黑显小 改面我也晒黑一下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没有 就是我把精力都放在那个工作上了 企业应该好喜欢这样的姑娘啊 专注于工作啊 那你工作上是不是特别优异 绩效还可以 挣到钱了是吧 也没有正态度了 你别这么笑笑的我心里发肾你知道吗 你说说吧 你这十年工作有多优异 赶紧 反正你进来来找工作 然后我主要是做化妆品的 最突出的一份工作是索旺 然后是个洗户的产品 我们也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运营 在所有渠道有五千万的一个销售额 你干什么 我主要负责的话就是B2C这边渠道的运营 像京东聚美维品会 然后苏宁易购这些平台 说说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 好多地方都要你这样的人 是吗 太好了 我急需一份工作 特别特别需要 赶紧说 你做得怎么样 我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主要负责的 你不能只说挺好的 你得说具体的 具体的工作内容的话 就是说和平台的对接 然后包括文案策划 然后和设计的对接 和物流的对接 包括一些促销费用的谈判 然后都是我们去谈的 包括一些公关 都是我们去做的 你现在辞职了没有 辞职了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挺久了 挺久是多久吗 你挺好的挺久 到底多久 这就是刚刚 那你又要说挺久的 你不挺有意思 我刚才说多久了 挺久的 到底什么时候 刚刚 打造过爆款 爆款的话就是有沐浴露 然后和身体乳这两款 怎么打造的 就是通过和平台的一个对接 包括一些资源的对接 还有一些刚才所说的 一些活动形式的 那个促销活动 你对我们的企业 有哪一家是比较了解 那个我了解的是卖衣服的 出狱知道吧 出狱 对对对 假如说618就要到了 如果你是他们那儿的工作人员 618已经在到 已经到了 你怎么 还没到 促销期到了 88的最大的 88的促销你打算在这个上面销售额做多少 那流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路 然后爆款啊 节奏啊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 大处的话提前一两个月我们都有在准备了 然后包括备货额上我们也会有准备 包括库存上都会有准备 然后营销的话就是说一些活动 然后包括一些附带的赠品 我们都会提前的准备好 那你的这个底下的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底下 你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带的这个团队做 还是说你自己只是一个实操的一个人员 他肯定是实操的 实操的也有 带人的也有 因为他刚才说他对接了好几个平台 如果是他对接好几个平台的话 他应该是负责人才能对接好 对对对 那你一个人就是运营总监的奴案 按照你说的 你现在负责这么多个平台 没有到总监到经理 总监下面的负责对接平台 那你做的这个销售额最高的是做到多少 最高的话是五千万和七千六百万 五千万七千六百万是年销售额还是 对年销售额 年销售五千六百万 那你如果到我们公司来的话 还没说要 还没说要好吧 那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质疑 因为你上来之后 其实你的人是讨喜的 然后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你 但是你从一一年到现在 应该将你做了快十年的电商运营对吧 然后你上一份的工作是15k 然后你为什么选择现在8k降一半 你做这个电商运营是什么意思 降一半的话是因为中间我会有一个空档期 所以说我就降薪了 所以你觉得你的空档期 按照如果你是对自己的工作能力 或者你的工作背景 或者工作经验来讲 非常有足够的信心来讲的话呢 最像基本上其他的选手都会持平 那我会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一二三 我觉得我能带来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我不愿意来这个新的企业当中 而你选择这个降低了一半 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对你的工作 这十年的工作经验来讲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你说像你刚才说断档了 为什么断档 断档的话是因为家庭有一点事 所以说中途就断档了 是家里有人生病了吗 对 有人生病了 然后父母生病了 所以我回去照顾了 那你为什么要降一半的薪水 我想说一点是 我对我自己的专业是有信心的 降一半的话是因为 就是中间一个空档期 我考虑到可能对企业来说 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说我就降了一半